SIR SIR 哈囉大家好我是大耳 那我現在呢來到了北京 這是一支沒有ERICA的影片 這一次呢其實也不知道會去哪裡玩 因為就比較free 然後其實來北京的前幾天都蠻忙的 就沒什麼時間去計畫 大概知道北京有哪些地方可以去玩 那主要還是看我朋友們 他們會帶我去哪裡 那我昨天呢 已經先去了 SIR-TIM 號稱是北京最大的夜店 那我覺得也真的是還不錯的地方是 就是會有表演 然後他的表演是蠻精彩的喔其實 雖然有些人跳得很厭世啦 但是我覺得還不錯整體來說 然後他的舞池就是在舞台上 表演完之後他們會有老外臥底 就會上去這樣扭動 然後大家就知道 喔 可以上去跳舞了 都加什麼 搭蒜 蔥花 鹽 味精 白糖 不健康啊 我都是這麼吃的啊 反正你不健康啊 鍋不就有味道了嗎 鍋沒味道 沒味道 鍋沒味道 就沒有鹽的味道吧 鴨腸 鴨腸的腸子 好腸啊 蟲子火鍋的特產嘛 可能就要加個蒜嘛 一般就是七上八下就熟了 七上八下 對 我現在有幾上了 我就忘了 哈哈哈哈 一 一 二 你待的時間長一點了呀 你不要這麼迅速 閃快一秒鐘 四 你感覺有點好 你多久啊 多久啊 五 這樣行嗎 嗯 六 我擋神器了 太辣了 呵呵 七 五 八 吃了呀 吃了呀 這早就熟了 可以吃了 好 你不蘸料的嗎 你不蘸料的嗎 跟雞原味嗎 太腸了 可以咬碎的呀 我牙齒不好 這麼年輕牙齒就不好 好吃耶 很帥 啊 在動耶 嚇死人 啊 我那麼嚇人啊 他們現在連販賣機都會吸引支付 你不覺得這樣很慢嗎 我們那邊投個零錢 你應該都掉下 關心你沒有零錢啊 哈哈哈哈 來我跟大家科普一下 北京呢這個城市呢 特別講究風水的一個城市 我們現在所在的是在天安門 在北京的這條中軸線上 所有北京的最重要的建築物 包括天安門啊 庫宮啊 鳥巢啊 水利方啊 國家會議廳啊 都在這一條中軸線上 因為中軸線上 風水好 對是最好的風水 北京是一個正方形的 所以就是從這個軸出去 就是一環二環三環這樣嗎 對北京的庫宮呢 就是我們現在所在的這一塊 庫宮的前面就是天安門 國內啊 每天人最多的景點 不管瓜夫下雨 不管什麼季節 不管什麼時候 人山人海的那個景點 人山人海 這個是人山人海的感覺嗎 這個不是 沒有啊 國家會議中心啊 國內就是最大的政治會議 基本上都在開 怎麼那麼爽啊 都不出門的嗎 我不知道我要學習啊 因為我真的在家裡 就先躺著睡覺啊 我們要看書的呀 我們再往前面走的話 就能看到毛主席 正見照上面掛著 看到了 正見照 大家可以看 這個就是毛主席的正見照 很強大聲 太大聲了 故宮以前叫紫禁城嘛 天安門其實就是 紫禁城的一道城門而已 跟大家講一下故宮的故事 故宮每天晚上 五點鐘之前一定會驅逐遊客出門 因為傳說就是 有鬼 對 真的嗎 對到了五點鐘的時候 那清朝啊 以前那些 因為故宮裡面以前住的 就是各種朝代的歷代什麼 什麼什麼 你不要講髒話 什麼妃子啊 什麼各種大臣啊 什麼 然後就會有很多冤魂 一般五點鐘過後 就要關掉了 然後他們會出來自己 自己出來活動 對 對 我覺得太搞笑了吧 完全沒有形象 哈哈哈哈 第三年我終於吃到 天安人在睡覺 北京烤鴨 好普通啊 本來就很普通啊 冰糖真的不好吃 就像天津的狗 不理包子一樣 人都不理好不好 狗也不理的 很難吃 不少時候如果賣這種 現在友誼已經絕貨了 並並並並絕貨要用 我們在用什麼內向吧 是啊 蹦蹦是合法的 蹦蹦飛機輪車 大家可以看到現在就是工人體育場 是北京最繁華的 然後最好玩的夜店啊 基本上都在這一圈 三立屯啊 之前也有酒吧一條街 也很熱鬧 後來因為北京是政治中心嘛 把那邊改造了 但是一直沒有改變的東西叫什麼呢 很多潮人啊 都會到三立屯去逛街 因為那邊都會有很多攝影師 一排一排的攝影師 拿著相機所謂的街拍 所以很多人都會去那款去逛街 那我們今天這樣穿的潮人嗎 不會 在三立屯穿什麼都不為怪 你會在冬天看見別人穿夏天的衣服 看一個女孩子穿一個抹胸就出來了 抹胸什麼胸罩 對 在夏天呢 可能看見人家穿冬天的衣服出來 不為怪 就一個字 時尚 你剛剛說嗨爸跟酒吧差在哪裡 我們這邊分嗨爸和敬爸呀 裡面那邊統一都叫夜店嘛 就嗨爸就是可以蹦迪的呀 你們那邊不知道什麼叫蹦迪啊 就甩頭啊 蹦下咖拉咖 有巨大的那種音樂聲音 那種音響咚咚咚的那種 剛剛問說什麼要不要喝那個怎樣 黃牛啊 那黃牛是怎樣 我剛剛買了就立馬可以喝到嗎 對啊 然後但是牛貴很多呀 比西馬克貴嗎 跟西馬克大也差不多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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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終於拿到喜茶了 那經歷昨天在三立醇呢 沒有朋友對我今天來到大悅神呢 拍也比較少我就去拍來喝 那這個呢是芝芝芒芒 它下面是芒果冰沙的東西 然後上面是芝士 我剛剛已經偷喝了一點 所以剩這樣子 不然它是滿的喔 要攪拌嗎 要 這是植植黑蹄 葡萄嗎 蹄子 比葡萄小顆 但吃起來用葡萄用 舊頭喝有姿勢啊 就是比較特別 那我現在西館插到西館 它就是一般的馬國冰沙 就是很特別的 我覺得大概是可以拍一下 如果沒有太多的話 相當每次香第二杯 叫布雷波波茶 它上面的話是布雷 就沒有姿勢了 可以先把蓋子打開 吃上面的布雷 然後再把西館插下去喝 我可以吃一口布雷嗎 對 它還是有一點芝士的感覺 好吃耶 還不錯 很奶耶 然後焦糖的焦度 我覺得剛剛好 不會太焦 所以吃好累喔 珍珠還不錯 我覺得口感有點雕大 台灣任何一家耶 真的嗎 真的就是 Q就是很剛好的 然後味道不會是濕甜 你是吃得出來黑糖 感覺到黑糖的香氣 它是19塊人民幣 所以換算差不多換100塊 但是以北京的物價這邊還OK嗎 這一杯33塊 超貴 不要買這個 哈囉 我是林群 我是大兒子 是來北京的巷島 然後我今天帶他來吃的這個 這是什麼 蟹肉包 它有點像是一整鍋一起滷的東西 然後它是用螃蟹去燉的 還有很多雞抓 一些配料像是年糕啊 為什麼會有年糕啊 年糕還有豆腐什麼的 還有 因為這邊的主食 我愛吃這個 螢蟹薯 這裡叫土豆 哪一個看起來吃起來 不那麼醜陋 太優雅一點 吃一個土豆 因為它燉得很入味 然後醬汁很好 不想要試吃雞抓給你們看 因為我覺得太尷尬了 有順形像是不是 我來給你們試吃雞抓 哈哈哈哈 放好 我這個都把怕吃掉 不好吃 哈哈哈哈 只是為了角色可以吧 嗯 雞抓很入味 對啊 好好吃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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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